第一道料理的部分 我們是這個香辣爆炒杏菇松阪豬的部分 喔 香辣爆炒杏菇松阪豬 這裡頭有菇也有松阪豬是不是 對 好 那我們首先 我們首先呢準備了我們基本的這個彩椒的部分 是為了增加它的色彩 那還有這個添椒蔬菜的部分比較多 另外這個松阪豬的部分我們已經把它事先燙好了 把它切成薄片事先燙好了 那還有部分就是這個杏鮑菇的部分切成 跟松阪豬一樣的厚片 拿來做備料的部分 好 那我們剛剛有說到說 我們所使用的就是我們 2019年最夯的離頂劑的港式 香辣爆炒醬 對 那這個辣醬它本身已經有很多的辛香料 那加上它的辣豆瓣的成分非常的重 所以我們在爆炒的時候其實只要一個醬 再加我們的離頂劑的蠔油 那它的味道就已經非常的獨特非常的豐富 不用再多加其他 對 只要兩個醬就可以了 哇 好棒喔 所以說其實也幫大家呢 簡單化了我們的料理的部分 不用再去抓說 我要用什麼東西要用多少之類等等的 我們就很簡單的 我們離頂劑的蠔油 以及我們的港式香辣爆炒醬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甜豆的部分下來 水鍋裡面把它燙熟 好 甜豆我們先煮到這個半熟是不是 大概八分熟的部分 八分熟就OK了 對 那接著我們把甜豆也放到這個水鍋裡面一起來燙熟 好 其實酥菜要燙熟是不是還蠻快速的啦 對 那我們等一下 因為還有爆炒的動作 所以這個部分就不用太久 好 我們因為待會要直接做爆炒 我們只是先讓我們的酥菜部分 先達到這個八分熟左右 半熟左右 半熟到八分熟左右 然後我們就可以繼續爆炒的動作了 對 那另外準備了這個蔥段跟辣椒 還有蒜末的部分進來鍋子裡面爆炒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個香辣爆炒醬把它放進來 好 香辣爆炒醬也放進去 那這個它口味有一點大 我們這個口味可以適當的調整一下 看看大家吃辣的程度到哪邊 你只要吃很辣麵放多一點 那沒有那麼辣可以微微的加一些就OK了 好 所以其實剛剛呢 這個我們主廚呢 他怎麼去廚師已經把松板酥也都先燙好 然後還有我們的 松板酥現在就直接放下去了 對 因為這個我們已經熟了 我就沒有在另外的那個 所以我們先下鍋 讓它稍微加熱一下 那這個主廚想要詢問一下 幫大家問一下 就是說再加兩頭的話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先把豬肉也先燙好 再下去做爆炒的動作會比較好 對 因為這樣可以把裡面的血水先把它去掉 那裡面比較不會有豬肉的心三味這樣子 喔 就可以完完整整的呈現 我們剛剛的這個香料的部分 對 那我們在下鍋之後 我們這時候可以把這個蠔油部分夾進來 增加它的鮮味 好 今天它的鮮味 對 因為我本身是做廣式料理 所以我們其實很多菜裡面都是加蠔油 它等於是我們廣式料理的一個基本的調味料 對 基本調味料 那我們沾這個一般的醬油 是醬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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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醬油 是醬油 所以它的味道就是醬油 那我們現場的料 我們裡面可以拿一下這個 我們的蠔油的部分 你們可以聞一下 非常非常的醬油 那我們把杏鮑菇的味 我們把杏鮑菇的味 我們把杏鮑菇放進來爆炒一下 讓它加肉一下 OK 好 太香了 不直接肉了 那我們你看 剛剛我們把爆炒這樣 它就有一整個是這種金黃色的顏色 那我們除了香味以外 色香味俱全也是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把剛剛燙好的 這個蔬菜 蔬菜放下去就OK了 對 然後一樣也是再炒一下 你們有發現一件事情嗎 我們竹竹從頭到現在 花不到五分鐘 真的 我剛才有問竹竹說 這道料理大概要多久 他說 這要五分鐘嗎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讓大家說其實 在家裡頭 你們可以來選擇這道料理 那我們當然也教大家 怎麼樣來使用了 他剛好說到說 你們要選擇使用 你記得蠔油 還有什麼的 這時候我們再加一點這個胡椒粉 這時候我們再加一點這個胡椒粉 那就是我們味好美的胡椒粉 好味好美的胡椒粉 然後再加一點點的鹽巴 所以我們這時候會加一點的這個芡之下來 稍微勾芡一下 那 芡的部分不要太重 因為這個 大家知道勾芡太重 那個太濃厚了 大家會不喜歡 哇好簡單喔 芡太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這道菜已經完成了 哇完成了 我們的 香辣豆腸 好 好 想要品嘗的朋友在哪邊啊 在這邊 好 Darwin呢 我們要先把朋友們來品嘗一下囉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 我們剛剛手道炒起來吧 哇 看起來真的非常美味 色香味俱全 很香對不對 可能吃飽了 你現在聞到這個味道就肚子餓了 那我們等 我們現在來準備了一點生菜 來把它稍微裝飾一下 好 一道菜喔 除了要好吃之外 現在很多朋友 菜色一出來 先做的一個動作是什麼 相機先吃 對不對 要先拍照嘛 所以呢 這個 色澤啊 還有呢 它的 裝飾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志祺在家裡頭當煮廚的時候 家裡煮廚的時候 你也可以請到料理都可以看 非常的漂亮 這個是紅酸抹葉 這是專門在做 對 這是台灣種的 現在台灣的農業非常的發達 所以 各式各樣的生菜 像這是火焰生菜 不管我們台灣都有種植 這可以吃嗎 對 它都是可以吃 包含這個花 對 都是可以直接吃的 對 那這道料理就完成了